新闻脱口秀 二月和生病之后一直在北京治疗 病情本已得到控制处于调养期 所以这一次病情反复突然去世 让家人都没有料到 二月和本名是零解放 出生于山西西洋 长期生活在河南南阳 国家一级作家 因为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 百万字帝王系列的小说作品 而声明远播 二月和属于大气晚成性的作家 年轻不惑时 他才开始写作《康熙大帝》 1985年 40岁的他已经写了 17万字的康熙大帝 洪学泰斗冯其庸看过之后说 你专心致志完成它 这是你未来的路 第二年 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出版 轰动了文坛 黄色封面上署名二月和 这是二月和这个笔名 登上文坛的一史 很多年后 二月和字数笔名由来的时候 解释到 二月的黄和 冰封解冻 万马奔腾 当康熙大帝这部四卷 共160余万字的历史小说 全部出版之后 更是畅销香港 台湾 也相继推出了繁体字的 竖牌版本 1990年至1992年 二月和又创作了雍正皇帝三卷 共140余万字 依然畅销 获得了很多奖项 让大家更为熟悉的是 根据此书改编 1998年播出的电视剧 雍正王朝 我们也找到了 这两部经典的电视剧的片段 以及二月和老师本人 对这两部剧的评价 老想着和大伙说些什么 想来想去 只有四个字 原来你们咬牙切齿的 并不是田文静 而是朝廷 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的新政 是不是啊 回答真 是他也不是 雍正王朝 大概七八十分 八九十分吧 七八十八九十 那差挺大的 七十到九十 您给一个比较 那就咱们打八十 打八十 好 那八十吧 康熙呢 康熙呢 因为从剧本的改编呢 我也没有参加意见 我也不打熟悉 我说呢 二月和呢 无话可说 先如今呢 每每收起陈当明 大家的印象就是 康熙大帝 可以说呢 二月和是写活了康熙 陈当明也活了康熙 时至今日 康熙王朝仍是收视率 最高的电视剧之一 每年呢 都会在各大卫视复播 也有不少人认为 是二月和的小说 开启了大家对明清历史的启蒙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之后 二月和呢 又推出了帝王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乾隆皇帝出版二月和语 密云不语 佛像前的陈吟等散文随其多部 除了作家的身份之外 二月和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郑州大学文学院的院长 他生前曾经捐出了自己 在正大的全部工资 设立了二月和奖学金 用来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生 还有学术研究成果突出的老师们 还有15天我们就告别2018年 这一年呢 有将近30位的国内外名人黎世 在这些远去的背影里头 有文坛大师 曲艺表演艺术家 电影表演艺术家 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 怀念这些远去的背影 也提醒我们保重自己 珍惜时光 珍惜当下 来吧 说一下咱们新闻见识 印象四十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张五 那里生长着大片的张子松林 他们耐寒 看汉 还有耐贫瘠 深深的扎根 枝繁叶茂 生生不息 提起辽西北的那一道金石的绿色长城 就不能不提到杨海青 他是土生土长的张五人 也是实心实意的造林人 说起这位杨海青 他有一个名号 是我们辽宁个体成功故杀的第一人 下面的时间来听听他的故事 听老伯人跟我刚刚讲的 那时候我们祖伯搬的时候 那没眼睛人家 那地方是靠跑动子 跑动子的重低 门前全大鬼堂 那时想吃野鸡 这把烧鼠到前方大鬼堂 就可以抓去 等我及时的时候以后 那地方就白茫茫一片 根本就是村草没有啊 树也没有 跟专家那个是住房屋的 那个沙子缩在房间 也帮衍揍揍揍 风沙太大了 那该90多户 有20户 当时就搬跑了 不走了 偷心靠勇 不呆了 1984年国家出台 是各鱼指出造林 那个我们那个地区呢 顾啥造林 书记召开示範会 开了三天呢 三天没人报 没人敢干的事 当初我是存在 我是党员 你带这个头 带头当初是家里反对 几何门回来当我 该有不少一个笑 是你个人才没出能力 这么大个老白驼子 这么一年鸡皮和滚鱼厂制度 没治疗 这一拨 那拨好年也没成功 能这样了吗 把草底拉 这么大个山 我个儿根本也中不起 没招 我根据是没办法的办法 我看着羊群 转几天看看 羊群踩羊蝶 爸爸那小坑 我用它给我踩印 那得盯 好识人的那天呢 这得盯多少公寸 那个盯三天 就整完了 也正到 完了结高下雨了 那小草全出了 那小草出的可快了 见雨了 两三天都钻出来了 过去的钱 用那个贷款 借了还不上 没招了我就要打工 家庭数据多搞点 还了十年才还上 从三四年间呢 我不夸张 这地方是 一点草没有 全是沙巴 也在过去都是流沙 穿鞋拿着炫竹 现在 现在好了 现在 不穿鞋不行了 不穿鞋这里的草 再加营了 草出来的树有活了 完了就是管理 那就是难了 三天不上山 一小烂 五天不上山 一大烂 三天有人上山 砍木头了 和我砍鞋 你没抓住他 管不住 都埋灾了 那时候我就靠 那个真宗马印 天天细心 那个谁上山了 谁穿啥鞋 走啥不 长路过 那该人人要发现 让我基本掌握着 一人送的一过 就知道 这个一人是谁 我穿件 那个一大袍子 戴着帽子 落着脸 落着就了两眼 越来越冲冲了 瞅着 一看着黑窗 站着人 啥玩意不到 问我不是声 问我不是声 啵啵下去跑了 后来再也不去 大哥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不但把咱家绿发起来 而且把这封杀都顾住了 立杀功本身咱住着的 不想受杀气 当初我是一猛劲 是想制杀 制作 现在 多靠坚守 摘树云没有发家的 因为树吧 你是故杀造林 一般树栽 你这不能再砍 砍了又白了吗 所以吧 我就舍不砍 要不我告诉孩子们 你们有能的干 念好书上 再干事业 别指数 数不永远不能砍 这三十四年 我是 内白忙 坚守 坚守 再坚守 完成我的绿色梦 如今杨海青 头发一件花白 但是中气十足 说话还是铿锵有力 谈起制杀 杨老总结就俩字 坚持 如今 曾经昔日的幼苗 终于玉壁成林 千余亩蜿蜒起伏的沙丘 变成了一片苍翠的绿洲 杨老说 现在站在山顶看着翠绿的大山 他心里头感觉到特别敞亮 他说 他是用一生实现了当初的愿望 咱们也是感谢杨老的坚持与坚定 也希望这片绿 能够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固杀防风 烤火取暖 说点下 接下来咱们来说几只成都的企鹅 因为不扛动 给他的小伙伴们丢了脸 咱说这几个家伙 竟然公然烤上火了 那可是企鹅啊 火烧得那么旺 烧得那么认真 这温暖的感觉爱上了 不愿意走了 南极加上的老铁呢 我给你们丢脸了 实在是因为南极也被这么冷 对这儿啊 那之前在南极不烤火 不是没那条件吗 是吧 只能硬扛 不是俺不怕冷啊 哪个说俺不怕冷的 早知道早上这不就来了吗 不在南极挨动好不好 不是 话虽是这么说啊 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着 不过这个时候呢 有眼前的网友发话了 不对呀 这好像不是南极企鹅呀 果然都在口火 我刚刚看介绍说 这是麦哲伦企鹅和班嘴环企鹅 生活在南美洲最南部和非洲最南部 真像了真像了啊 原来俺们不是南极企鹅 俺们是麦哲伦企鹅和班嘴环企鹅呀 温带企鹅 俺们平时待那个地方哈 有十度呢 最低也就三度 跟你们这比 那暖和多了啊 那来了必须得烤火呀 而且你注意到没 刚才那个视频里头说了 不光今年烤火 去年俺要烤了 不光去年烤了 明年俺还要再接着烤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理解了哈 毕竟这个冬天乍一开始 冷得有点邪乎 在南方烤烤火呢就行了 在我们北方甚至还有一些 奇怪的事情出现 比如裤子竟然自己站起来了 厂家批发啊 执总裤 最丑摆结啊 你看你看 随便 看没有 长春的天气了解一下啊 刚洗完半个小时的衣服 带你们看一下东北的打水仗 还玩吗 身为一个内蒙人 每天回家 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 把自己家的门 从雪里跑出来 好害哟 看完这个视频刚才那一段啊 老铁们注意了啊 厂家直销直筒库 大家注意没 咱说北方的小伙伴 真是有点皮啊 可不吧 尤其是最开始 衣服自己站起来那段啊 据说还给配了文案呢 你已经是件成熟的衣服了 该学会自己晾自己了 寒冷教会了你独立 我觉得咱俩看了这么多懂事的衣服 估计这个烘干机 这要笑云在厕所里头了吧 不过南方的小伙伴们呢 也没有认输啊 你们冷 我承认 但是我们诗啊 自己晾自己算什么本事啊 我们的衣服还会自己洗呢 行吧行吧 这一轮啊 咱们南方和北方打平 接下来咱们进入驾驶赛 然后把时间交给这趟从北京开往 内蒙古呼伦贝尔的K1303次列车 话说最近啊 这辆车的车门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点小麻烦 大家猜他怎么着 他冻住了 这种情况在我们东北常有的事 车门冻上了 我们必须马上给他解冻 怕大屋旅客上下车 带往旅客的行程 咱们的车又往北啊 他的水越大啊 就得起早看住了 这车门 一晚上得少十五六次的 其实每年的冬天 随着行驶途中的室外温度是逐渐降低啊 车内外的温差变大 车门它都会结冰 难以打开 乘务员把这门缝里的冰都铲掉以后 还得推撞啊 再用力撞 反复多次才能把车门给打开 我搅着这朝门员怎么都变成撞门员了 光光呢啊 各位北方列车上的撞门员们 向你们致敬啊 咱不得不说 这北方的冬天是真的特别冷啊 这动天动地动门窗 动手动脚动心脏 前两天我看啊 这这这批卖雪糕都又出来了 是啊 在咱东北那还说啥了 冰柜那是什么 几个纸盒子 我就能让雪糕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开会 行了行了咱别嘚瑟了啊 据说下个礼拜 咱们辽宁又得降温了 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多家多天衣 注意保暖啊 对天冷确实容易感冒啊 这不最近吗 广东佛山一男子就感冒了 但人家没走寻常路 从网上给自己买了点草药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别人吃草药要钱 自己吃草药差点要命呢 好好来说说啊 事发当天呢 广东佛山的医院急诊 接到了出诊的请求 说一名男子昏倒在家中 急待救援 当医生到达现场的时候呢 患者已经意识丧失 呼吸微弱 回到医院之后啊 是深度昏迷 瞳孔散大 呼吸一分钟只有几次了 真的是相当的危险啊 嗯 医生诊断 患者为呼吸性酸中毒 需要紧急的进行洗胃处理 立即送往ICU进行透析治疗 咱们听听啊 高蒙酸胛洗胃 清洁灌肠 导致 注射解毒药 呼吸机支持血液灌流连和CRRT 等等等等 这一夜的抢救啊 总算是让他脱离了生命危险啊 命是救回来了 但是危险是怎么造成的啊 咱得知道 据说这当天的急救医生回忆 说在患者的家中啊 他们发现有自行包袱 中药的痕迹 就把那个还没包完的中药 一并带回医院去检查了 大家猜怎么着啊 这一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草药啊非是他物 正是夺命江湖的传闻 叫做断肠草 兄弟 遇上啥事了 这么想不开呀 不是兄弟 我冤枉啊 我其实就是想治一治感冒而已 原来呢 小伙子这两天是感冒头疼 就想网购一下草药金银花 来吃吃看 这周日吧 这快递到了 他的妈妈呢 发现药指是一些很粗的疼 这是药吗 当天妈妈呀 本想着先替儿子尝一尝 但是当时家里停电没法煮药 他就上班去了 等他下班回到家 糟了 这儿子正躺着啊 四肢抽搐 于是赶紧打急救电话来求助 咱说多危险啊 要是再晚半个小时 后果这个就不堪设想了 咱在这儿必须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断肠草是一类有毒植物的统称 其主要的毒性呢 是胡曼藤碱 有极强烈的神经毒性 浮食过量呢 就会导致消化系统 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强烈反应 肠呢会发黑粘连 中毒的患者呢 最终可因心脏衰竭 或者呼吸衰竭而身亡 嗯 虽然从药性上来讲 断肠草呢 是可以治风湿等病 但是毒性比较大 只能是外用的啊 至于它和精英花的区别 还是挺明显的 精英花叶子呢 是没有光泽的 断肠草的叶面是光滑的 花的花形呈漏斗状 是金黄色的 断肠草的花是呈对状 是黄色的 其实咱们说在正规的中药房呢 断肠草一般都是没得买 但是呢 如果说在一些网络平台的话 断肠草啊 是可以随意购买到的 对 咱也有情提示啊 下次小伙伴们 如果再想吃草药 千万别自信的 自个儿给自个儿把卖啊 自己当郎种 自己配药了 一定得到正规的医院 严格遵医嘱来购买 出现了不适 迅速求医 中药之病 但是也不能自己配要乱吃 说的没错 新月老师的劝诫 大家得往心里去 还有说啊 那网络卖家 咱们说这挣钱可以 良心不能黑啊 一旦吃出人命 可不是差评这么简单 行事责任 这可跑不掉啊 网购有风险 下单需谨慎 网购是越来越流行了 不止各大的购物网站 这手机微信购物 各种群啊什么的 也是特别的普遍 说的没错 现在谁手机里头 没有一两个微信群 都不少 你说家人的朋友的 旅游的养生的 认识的不认识的 等等等等吧 家住在南京 七一下区的小高 这不久前呢 就加了这么一个 卖奢侈品的群啊 群里挺热闹 好几百号人 可是小高基本上 这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呢 毫不意外的啊 小高这好几千块钱 就这么毫无防备的 被人家给骗了 这一场骗局 规模不小啊 来看看小高的遭遇 南京的高先生 平时就喜欢奢侈品代购 12月初 他加入一个奢侈品品牌 微信交流群 之后高先生在 微信群里 看中一款品牌鞋 群主报价是 4200多元一双 他预定了两双 为慎重起见 高先生在转账前 还特意在群里 问了一下群主的人品 问他 这个人 这个老板靠谱吗 就是群主靠谱吗 把这个群主 自己发一个红包 然后下面很多人说 KKKKK 那就是说是靠谱 靠谱靠谱 近群里这么多人 说老板靠谱 高先生当即 向群主微信转账 8950元 就在约定收获的日期 到了的时候 高先生发现 自己被踢出了微信群 群主也将它拉黑了 他向朋友一打听 发现 竟有30多人上当 被评税从几千元 到2万元不等 是一种互助养老的新模式 确实真的非常不错 要说是现如今 手机之户需要密码 银行卡需要密码 登陆微信 QQ聊天软件 也需要密码 可以说这密码 在我们生活当中 早已无处不在了 但是 电视机前的各位小伙伴 你们的密码 真的够复杂 够安全吗 还复杂安全 据我所知 很多人为了方便记住 用的都是最最简单 甚至是毫无保密性 可言的密码 更说 偷懒的人 放眼世界 到处都有 最近美国一家调查公司 就公布了 2018年 百大世界最烂密码 你猜怎么着 这个123456 也毫无悬念 一记绝尘的大笔分优势 高居榜首 据说这已经是123456 第五次 在这项评比当中 获此殊荣 排名第二的是英文单词 Password 不能啊 那个Password 这词不就是翻译成中文 不就是密码的意思吗 用密码来当密码 也行啊 你说这都懒成什么样了 接下来从第三名到第七名 都是数字组合的天下 分别是123456789 12345678 1234511 还有1234567 我算是听明白了 除了第六个 那个六个一略显出条 剩下的都是阿拉伯数字 这个顺位排列 至于第八到第十名 则是最常用的英文单词 比如说这个Sunshine 比如说I love you 不过从第十名之后呢 密码设置显得 就没有那么的规律了啊 英文词汇开始成为了 主要内容 最值得一提的是 名列第23位的密码 是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名字 特朗普 咱说这美国小朋友 真是特别逗啊 拿自己家总统名字当密码 这什么梗啊这是 我猜啊 就是很可能是因为 总统名字出现的频率高嘛 这万一我是哪天想不起来 自己设了什么密码 我抬头看一眼报纸 我抬头看一眼电视 是不是就出现了特朗普 不就一下子想起来了 不是 其实咱中国人这个排类密码的习惯呢 也不太好 什么666啊 发发发 888 999 还有什么有寓意的数字啊 自己的生日 身份证后几位 以及名字的全拼 这种密码 真是说 这破解起来 真是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所以说过于简单的密码 你甭说是黑客了 你一般人尝试一下 那也能搞定啊 那么问题来了 世界上最好的密码 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 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 越长组合 越复杂 越没有规律 也就意味着越安全 我不是有个朋友吗 就把那个社交软件的登录密码 设置成了 BRYS JHH RHL 这是什么鬼 你能记 你再说一遍 你能记住吗 杂乐无章吧 是不是 其实是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的首字母缩写 这太有才了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是会吧 是 咱说 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啊 如果说是支付密码 只能六位数的话 咱们也建议大家 尽量杂乱无规律 如果可以 定期修改 自己的密码 也是一个好的习惯 大家不妨多借鉴一下啊 说完了严肃的密码 接下来咱们来点轻松的啊 又是周末了嘛 威威一笑待给大家欢乐一下 去看看迟到早退 那点事 那个走进一井啊 宣布个事啊 为了不决早退现象啊 视频老何说了 从现在开始啊 实行罚款制 早退半小时 罚款50元 早退两小时 罚款100啊 4月缴费啊 你给我来50了 浩哥你哪天天有事呢 起真烟了 昨天说起真烟了 长鸡烟了 嘿嘿 人病情发展也太快了 昨天上门呢 今天底下来 你主要你讲 你得理解 是吗 你这要上岁数人 这病情 你看说来就来 哎呀 哎呀呀呀 哎呀这腿不行了 哎呀 你看不会打弯了 哎呀妈广告笑 哎呀呀呀呀 哎呀这口腰 哎呀 你因为叫120吗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神得神神 神得神 把明天的罚款 数当120神 你帮我补一下啊 哎呀 明天还行呢 哎呀爱 нее 知道为啥浩哥今天没上班不 今天不努力工作 明天你就得找工作是不是 我说为啥浩哥那天说 找我借50人呢 浩哥绝对是分分钟戏精上身 奥斯卡都欠你一座小精人 接下来是一组最新消息 说当地时间14号 我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 第一阶段物资细运工作 顺利结束 从10月30号开始 考察队成功将1605动物资 由雪龙号运至南极中山站 和内陆考察出发基地 并上运输和直升机调运 分别为951吨和654吨 说故宫博物院昨天发布消息 2018年度接待观众量 首次突破1700万人次 创造新的历史记录 而80后和90后 成为参观故宫博物院的主要人群 说昨天全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等级考试开考 作为大学生的一门外语认证考试 每年都有数百万考生参加 入场时考生需主动出示准考证 学生证和身份证 考试全部进行网上评券 说中国驻法国大使馆14号发布安全提示说 介于法国巴黎等多地近日可能发生示威抗议活动 使馆提醒在法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时刻关注有关新闻动态 谨慎前往湘西历史大街及有关城市市中心 商业区等区域 避免发生意外事件 说世界雨连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昨天迎来半决赛争夺 当天下午进行的两场混合双打半决赛中 郑思维 黄亚琼和王毅律 黄东平战胜各自对手 提前包揽了本届比赛混双项目的冠亚军 说2018年国际拼连总决赛继续进行 在昨天进行的南单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选手樊振东发挥前加 总比分2比4 不敌巴西的卡尔德拉诺雨果 暴冷无援四强 说澳大利亚一名102岁高龄的老奶奶 日前刷新世界纪录 她跟着教练从14000英尺的高空一跃而下 成为全球最年长的跳伞玩家 连续三年刷新自己保时记录的她 跳伞原因不单纯想打破世界纪录 而是想替澳洲运动神经元疾病 慈善机器会筹募研究基金 目前以募得约6万元人民币 十分下咱们继续来说新闻 关注发生在土耳其的列车脱轨事故 当地时间13号的清晨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辆高速列车 发生了脱轨事故 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有关这次事故的最新消息是 监控拍下的事发时的画面 刚刚公布了 那么在这段网上当中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车脱轨后 撞向铁轨旁的行人通道的那一刻 这辆正在行驶的列车呢 先是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 检修的火车头 导致了两节车厢脱轨 车厢脱轨之后又撞向了行人通道 导致了行人通道坍塌 根据了解呢 当天这辆高速列车 是从安卡拉出发开往科尼亚 车上共载有206名乘客 列车驶出安卡拉火车站 大概6公里之后呢 在通过马尔圣迪兹火车站时 发生了事故 在事故发生之后呢 有获救的乘客讲述了 事发时候的惊魂一刻 他说火车开出来没多久 就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火车头 当时车厢剧烈摇晃起来 事发时呢 高速列车通过车站的时候没有停车 时速大约是每个小时80到90公里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事发的时候 检修铁轨的火车头会停在列车经过的轨道上 那安卡拉省的省长说啊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调查的重点还是在技术因素上 还不清楚撞车呢 是否是信号问题有关 当地险方呢 已经逮捕了三个人 不过并没有公布逮捕他们的原因 嗯 根据土耳其交通消息啊 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九人死亡 其中有三名火车工程师 和六名普通的乘客 伤者已经被送往了医院就职 另外根据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消息 在这一次列车脱轨事故中 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来吧 说那下我们新闻记事 视线的转向俄罗斯啊 话说最近呢在俄罗斯举行的致力于机器人技术的青年论坛上 台上跳舞的机器人鲍里斯成了热点呀 咱们看一看 他是不是灵活的就跟真人一样 还能跟主持人说互动对答如流 还能解数学题 还能跳舞 然后呢俄罗斯一家电视台新闻节目报道这事啊 评论说鲍里斯是我们国家最现代化的机器人 那新闻里这么说了看电视的观众会怎么想呢 大家是不是肯定觉得鲍里斯是真正的机器人呢 可是呢越是厉害 越是引人关注哈 有人就觉得不对劲啊 机器人鲍里斯你外部传感器个哪呢 那为啥只能看到眼睛和嘴巴上的LED灯呢 还有说你跳舞就跳舞呗 这小动作咋那么多呢 明显是不是这个程序设定啊 太随心所欲了啊 这这有点不太科学呢 还有啊机器人鲍里斯 那为什么你的鲍头看上去真好能装下一个人呢 这机器人鲍里斯你真的是机器人鲍里斯吗 是机器加人等于机器人 没毛病啊 不是行为老师 有你这么解释的吗 你看人家网友把穿帮照片都给贴出来了 看见没 哎呦 脖子露出来了啊 真的脖子 人的脖子 闹半天里头还真是个真人吧 啊没想到吧 原来呢 鲍里斯其实只是一家公司生产的机器人服装 13号报了假新闻的媒体也承认说啊 说鲍里斯不是真的机器人 新闻呢 我们也会从网上撤下来误会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 其实当地有媒体说啊 活动组织者呢 本来也没有故意想让机器人服装冒充真实的机器人 本意只是想鼓励学生们创造 其实说白了呀 这个人扮机器人就是来助兴的 但谁想到电视台误会了 是啊 这闹了个乌龙 但是不得不说 机器人外口里头那位兄弟 这个戏不错呀 你看出来呢 还有说那服装 我估计这一下也火了啊 据说一套机器服呢 售价差不多是人民币两万六千块 你猜他会不会是下一个爆品呢 猜一猜好 来吧 说一下咱们新闻继续 深入敌后救人的故事呢 咱们都在影视作品当中见识过 但是为了督促学生完成论文 毅然派雇佣兵救学生的事 那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让人抓不住问题的中心啊 这到底是为了论文还是为了学生呢 其实咱甭管说为了什么 这事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发生了 今日呢 英国媒体一篇关于2014年发生的新闻 引发不少人的关注 瑞典隆德大学一名伊拉克级博士生 深陷ISIS占领区 危险随时在逼近啊 而就在亲军一发之际 是他的导师派出了雇佣兵将其救出 而原因呢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他的论文还没完成 导师非常的生气啊 这事咱还得细唠啊 话说2014年的一天 一位名字叫特纳的分析化学教授 收到了学生祖马的短信 短信内容是 如果祖马一个星期还没有回到学校 那么他的博士论文恐怕无法完成了 这主要的原因是祖马和老婆女儿 目前正躲在一个废弃的漂白场里 头顶不断有子弹呼啸而过 而向他们开火的是 阵外的ISIS恐怖分子 其实这祖马发信息的意思呢 就是告诉老师一声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 别再等他的论文了 不过呢 这段信在他老师特纳的眼里啊 就是一封求救信啊 而且还敢这么公然的逃避论文 难道打仗就可以不写论文了吗 白日做梦 恐怖分子和祖马 都要付出代价 绝对是一位暴脾气的导师啊 特纳当场决定必须赢救 在和校长以及诸位来时的筹划之下呢 特纳和学校安全总监古斯塔夫森 两个人是联系了一家安保公司 那两辆SUV是载着四名鹤枪实弹的雇佣兵 就这么开进了祖马的藏身区域 咱说这过程还算是一帆风顺啊 祖马一家最终是获救 被送往瑞典的学校继续写乱文了 哎呀你说好不容易啊 能把这论文给混过去了 还是被这位不折不扣的导师 给硬抓回来写作业 这祖马心里到底是啥滋味呢 不是人家呢是就学生于水火 咱说这样的导师绝对对业界楷模 那可是和恐怖分子争斗真相的较量啊 咱必须得点个赞 为这个行为点个赞 的确哈 现如今呢 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祖马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一位化学人才终于到了 他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当年导师特大的辛苦 没有白费 这样的师徒俩 相信一定会给世界更多的惊喜吧 咱们说电影呢 是生活的写照 希望这段经历能够变成一部电影 暴脾气导师和恐怖分子的较量 这肯定是看点失足啊 到时候我肯定捧场啊 来吧 接下来是新闻速读120秒 说男子宋某19岁无业 近凌晨呢 宋某的写名朋友 和起名陌生男子打架 宋某得知之后啊 谎称自己背景深厚 能够摆平此事 于是呢 宋某穿着网购的警服 佩戴警员标志 大摇大摆的走心派出所 结果被民警给摆平了 这还真是典型的 猜中开头 没猜中结尾系列 自己被摆平的明明白白的 说今日 七名